天父的孩子 今天都好吗 谢谢上帝让你陪我一起灵修 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 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 我不知道 最近你是否正面临人生的考验 你的婚姻岌岌可危 你的财务状况正被风暴袭击 你最爱的家人生病了 几次重要的考试 你都没有考过 或者你错失了一个升迁的机会 你非常的遗憾 这个时候 魔鬼会在你的耳边说 你撑不下去了 你不可能做到的 没有人会爱你 你完蛋了 但是上帝会在你的心里 对你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 靠着耶稣 你凡事都能做 你是我的孩子 我永远爱你 不离不弃 我帮助你 谁能抵挡你呢 顺带一提 通常魔鬼对你说话 是在你的意念里面 他可能会说 你训避了 大家都在嘲笑你 去躲起来吧 但是魔鬼更喜欢用第一人称 模仿你自己的语调和声音 把想法置入在你的心思意念里面 比如说 我训避了 大家都在嘲笑我 我要躲起来 魔鬼这样做的目的 是要让你以为 这些都是你的想法 是你的感觉 仿佛这一切都是真的 上帝给每一个人 都有一个人生的脚本 魔鬼也是 不同的人生脚本 在你的心里 会以不同的对话方式呈现出来 每一次 当你面对人生的难题 你就要开始注意一下 你心里的对话是什么 你采用了上帝的脚本 还是魔鬼的脚本 天父的孩子 上帝希望 你心里的对话 跟圣经 是站在同一阵线的 罗马书八章 三十一到三十四节说 上帝若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 谁能控告上帝 所拣选的人呢 有上帝称他们为义了 谁能够定他们的罪呢 如果圣经都这样说了 你就要开始 跟圣经说同样的话 无论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你就是坚决的相信 上帝站在你这一边 他挺你 他爱你 你的心里对话应该是 因着耶稣已经死了 而且从死里复活 现今就坐在神的右边 替我祈求 所以没有人可以抵挡我 也没有人可以控告我 更没有人可以定我的罪 天父的孩子 上帝向你所怀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要叫你的未来 大有盼望 祝福你 今天就做个决定 选择上帝为你预备的人生脚本 开始在你的命定中 掌权作王 谢谢你播出宝贵的时间 我是香香牧师 我要为你做今天的祝福祷告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与你同在 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 为你而死 又为你复活 赢着耶稣的血 天父已经赦免了你 过去 现在 未来 所有的罪 耶稣就住在你的心里 你已经因信称义 永远得救 你是蒙恩得救的义人 你必因信得身 你的祷告已经蒙神垂听 你已经大大蒙福 深深被爱 备受恩宠 永远记得 天父爱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